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仙剑猴 今天咱们继续游戏 宇宙决战 那么这个游戏也是首次迎来了 与其他玩家真人对打 那么对面的话是一名美国选手 这个游戏将会与全球各地的玩家进行决战 然后下方我们还是采用一个在高地 然后他选择在地下行建筑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在地表进行防御 上面的话他目前还没有去 所以说咱们可以从上边进行攻 但他选择在下边 也就是说他的老家现在从上面打 是打不进去的 所以说咱们最好在上边先把炮塔建成了 以防止他们在顶部对我们进行袭击 现在可以看到 他现在已经发射这个是腐蚀炮弹了 不要慌不要慌啊 虽然我们现在起步的比较慢 而他又开始建造第二个炮了 以最快的速度 把他前面那个腐蚀炮给他打掉 然后以建造这个激光炮来攻击他们的老家 整体化的游戏还是比较拼手速的话 然后就是对于我方的卡牌进行一个有效的操作 也就是说玩这个游戏看起来 咱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卡牌究竟有什么作用啊 因为大致看起来都像炮塔 但有的是不会打出炮弹的 而上面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土坡我们可以持续炮击 利用这个散弹可以把他的土坡给他炸没 所以说他的这个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个无敌效果 那他现在如果想发射炮弹进攻我们是没用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护盾 他是不可能利用这个炮弹打到里面 护盾摆上之后 两层护盾以防止他进行攻击 所以说咱们要用这个一号电池的第一个进行快速扩充我们的根据地 而他们的话是严防死守在后面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请订阅手游库玩 从上面可以再次攻击或者是把上面那个卖掉啊 但光靠上面那个炮打的也是比较慢啊 而下面那个人却选择疯狂炮击我们这个防御塔 这个护盾的话其实没什么用 迅速来建造炮塔进行攻击 咱们也建造这个腐蚀炮 这样的话基本上可以打掉啊 腐蚀以后他会持续的烧血 漂亮成功击毁对方炮塔 但他们这个远程炮的射速还是稍微比较慢的 你看他刚开始时候玩起来还是比较快的 但到了后期就不行了 但这个游戏究竟是影子对决还是什么 感觉分辨不出来啊 不太像是影子对决 应该是实时对战的 但实时对战由于我用了这个加速器啊 所以说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延迟 咱们也是积攒了很多能量 迅速把炮打建起来 激光炮迅速干掉他们的老家 而上面他造了一个类似于像加特林的这个炮啊 想对我们进行远程攻击 但没什么用 咱们这个老家建立在是属于是中部啊 分上中下 他选择下边 而下边都是我们的炮台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只能疯狂炮击他了 那这位美国选手对不起了 你看咱们这么多大炮对着你 你还不创建点保护膜 还在修建炮塔 刚开始虽然咱们是弱势 而他对我们的老家也造成一定伤害 但现在他的血量会持续降低啊 而我们也是在持续烧血 但由于先天的血量较高 所以说应该是他们先爆 他还有30个血25 越掉越快啊 好的成功击败 那这场战役也是以我们的大获全胜 宝箱可以持续开启 那本次第一场战斗也是以胜利告结 来升级一下我们的卡牌 升级卡牌也就是升级炮塔的能力啊 增强攻击力以及自身血量 整体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种粗犷的卡通漫画风格 以及爽快连离的搭建对决 还是比较推荐的 游戏大概给4星左右啊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游戏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各位的收看 请订阅手游戏